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骨质疏松很要命 不论是老年还是青年 一定要警惕它 骨质疏松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疼痛 很多人都会有腰背酸痛,周身酸痛 负重体力活的时候不吃力 疼痛加重,活动受限 如果年纪比较大的,严重的时候 连翻身起坐行走都有困难 动作也十分的缓慢 其次就是脊柱变形,驼背,影响身高 不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这个问题还挺多的 一般骨质疏松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妇女绝经之后的五到十年 会有明显的骨质疏松过程 还有一种就是年老体衰 尤其是退休之后的人群 骨质逐渐疏松也算正常生理现象 人的骨组织中存在破骨和成骨两套流程 正常这两套流程能够保持平衡 也就能够保持骨组织的正常循环代谢 可是一旦破骨水平高于成骨水平 就会导致骨质流失,骨质疏松了 骨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 破骨和成骨同时进行 人到三十岁后,破骨的速度往往大于成骨 骨质逐渐地丢失 骨质疏松的形成 取决于三十岁之前你的成骨量累积了多少 以及三十岁之后骨质丢失的有多快 积累的越少,丢失的越快 就越容易发生骨质疏松 影响骨健康的因素有哪些 一,钙的摄入量 饮食中钙质含量低,容易引起骨质疏松 二,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可以持之成骨 有效地防止骨质流失 三,吸烟饮酒 吸烟会引起骨质疏松 酗酒会影响钙的吸收 四,性别、体型和年龄 女性更容易患骨质疏松 因为女性生理特点造成其骨密度本身低于男性 BMI小于19的瘦人以及身高偏低的人群 因为骨含量低,也容易骨质疏松 五,种族和家族史 白人和亚洲人群亦患骨质疏松 父母或同胞患骨质疏松时 本人患病的风险也会增加 六,激素水平 吃激素可以促进钙的吸收 预防骨质疏松 女性结晶期和绝晶后裔骨质流失 男性肛纹酮水平降低 也亦造成骨质流失 七,饮食紊乱 以及其他消化道的症状 厌食症为大部缺除素 克罗恩病等未肠道疾病 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 从而使骨密度降低 八,药物 长期使用皮质激素类药物 比如氢化可地酸、地色米酸等 会造成骨质疏松 甚至是骨骨头坏死 骨质疏松最要命的就是骨折了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 最后一次骨折的话题 就是讲人老了以后 大骨、骨骨、腿骨 这里容易发生最后一次骨折 不是这个骨折当场要命 而是因为骨质疏松才容易骨折 一旦骨折卧床 后面各种并发症就能要命 往往就成为很多人最后一次骨折 再也起不来了 要想养好你的骨头 有三种食物是一定尽量要少吃的 我们很多中老年人都喜欢吃燕麦 但是又担心燕麦是骨质疏松的发物 担心吃多了会导致高蛋白负载 加速钙的流失,影响钙的吸收 从而不利于稳定骨质 其实骨质疏松患者是可以食用燕麦的 因为燕麦属于高纤维的食物 是一种低糖、高营养、高能的食品 里面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适量的吃没有问题 但是要想养好你的骨头 下面这三种食物就要尽量的少吃 第一种咖啡 一般的情况下偶尔喝一吃咖啡 是不会导致骨质疏松的 但是如果长期过量饮用咖啡 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 咖啡中含有的咖啡因等物质 咖啡因一方面会影响胃肠道对钙质的吸收 并且会导致肾脏对钙质的排泄增加 从而会导致骨骼部位缺钙 引起骨质疏松的情况 而另一方面咖啡因会使体内的钙磷平衡受到破坏 导致血轮增高 而血盖降低也会引起骨骼缺钙 引发骨质疏松 素用咖啡中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 香精以及植物末等的配料 过量饮用可能会导致糖分以及反式脂肪酸等的物质摄入过量 转化成脂肪储存在体内 有而久之就会引起肥胖的症状 2.花生 花生中的成分主要是蛋白质脂肪、磷脂 以及其他相关的微量元素 花生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食物 有助于人体稳定血糖 保持心脏健康的作用 但是花生并不适合骨质疏松患者过量的食用 因为花生中含有过高的脂肪 体内摄入过多的脂肪 会日质尝到对钙的吸收 还会引起钙磷代谢发生紊乱 当磷的含量升高就会日质钙的含量 不利于骨质稳定 久而久之就会诱发骨质疏松 3.皮蛋 一说到皮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凉拌皮蛋、皮蛋瘦油粥都是备受欢迎的美食 尤其是夏天餐桌上少不了皮蛋的存在 粥虽然味道很好营养也不错 但是经常食用皮蛋还会对身体产生以下这几种危害 1.慢性钳中毒 在制作皮蛋时需要把皮蛋的表层使用生石灰、纯碱、植物灰、氧化钳等一系列的物质混合而成吸尼 包裹进行腌制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中 混合物中间的钳会通过蛋壳而渗入到鸭蛋内部 因此皮蛋中就会含有大量的钳元素 当人体长期使用大量的皮蛋 这很容易导致钳中毒 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出现一系列的慢性钳中毒的症状 2.影响钙吸收 当氢元素进入体内后 氢就会在人体内取代钙质的吸收 对人体造成确怪的隐患 因此对于那些原本就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和需要进行补钙的诱饵 皮蛋是不宜使用的 另外吃盐过多也会导致钙的流失 从而会导致骨质疏松症状的加重 皮蛋就是含钠量比较高的食物 而其他含银高的食物 骨质疏松患者平常也要注意 少吃 骨质疏松是一种退化性的疾病 很容易发生骨折 虽然因为老年人年纪大了 骨头会退化 很容易发生骨质疏松 但是如果积极地采用预防措施 可以一定程度上延缓骨质疏松的发生 提高生活质量 如果是属于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 要定期去医院测骨密度 及时治疗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所分享的视频内容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又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也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 分享您的生活经验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扬声知识与您分享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